你最近公司组织去爬山 那大挖车开半道 同时把我撵下来了 把我一个人扔个半山腰上了 那他和大挖车顶放屁啊 那我们在前面吃早饭的 他坐后面当当当一个接一个跟连猪炮似的 没完没了的 那车里温度都升高了 那除了爬山我们还得受他气吗 那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 谁还没个来事的时候 那他们受不了他们下车呀 你要我干啥 那我肚子不舒服我还能憋着吗 毕竟是公共场合你这样确实不太好 怎么还理直气壮呢 他里不止气壮啊 那气势多磅礴呀 那车顶上整的都白茫茫的一片 都锯成凑氧层了 那天窗都全打开了味都散不了 为了同事们安全考虑也不能给他留车上了 那我都尽力克制了呀 我怕声音太大我都收着放了 他还不如一下全放完的 那待放不放的 敌了都入了全是气泡音 给我们整地心情打烂的 那精神上和听觉上都受不了啊 那我就今天肚子不舒服 那都是同事都不能体谅一下吧 这只是打车都打不着 再说了他们开完道把我揪下来 我多没面子 我以后不成功的笑柄了 那他不多虑了吗 他本来不就是公司最大的笑话了 你告诉他吧 我们肯定是不跟他坐一辆车的 让自己想办法 同事们可能一时半会来不了了 我们叫了一辆车先把你送回去 那还是你们好 你这些同事就是太自私了 不怪我平时孤立他们 谢谢啊 你下来下来 你这单我接不了 你这单我接不了 你再找别人 我这刚收拾完的车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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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